吴亦凡因为强奸罪,聚众淫乱罪,被判刑13年,接下来他会经历什么呢? 和我之前一样,去监狱里面服刑改造,可能有的人会问呢,他会不会被特殊照顾呢? 我跟大家说,他在外面作为一个明星,有着很大的光环,但是到了里面服刑改造之后呢, 他跟所有人都是一模一样的,穿着灰色的,戴着斑马条的球服在里面服刑改造。 在里面说的直白一点,就是劳动干活,积极的赎罪,加上他这个罪行呢,大家也知道强奸罪, 在服刑里面这个群体里面呢,是比较排斥这些人呢,为什么呢? 说的直白一点啊,很多人都是看不起这类人呢,包括大家仔细看一下他的罪名, 我想心里面也是这么认为的,那么在服刑人员之间呢,也都是这么认为的, 可能有的人认识他,大部分人都知道他,他一下子去坐牢去了啊, 那么在里面的服刑人员也是非常的震撼的啊, 但是大家有没有人会去霸解他呢? 也会有啊,有一些啊,做个十年,二十年了啊, 这个人长得啊,起码在性别上面还是比较模糊的, 你说,大家说里面的人受不受欢迎呢? 我感觉哈,应该是很受欢迎的他, 在里面呢,我说句实在的哈, 他虽然说家里面很有钱,很有家底, 但是呢,不好使,在里面所有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啊, 在里面服刑改造,没有什么特殊的照顾呢, 还有的人问,他会不会住单间呢? 单间每个人都可以住的,对于服刑人员来说, 只要你犯错,能达到送单间的条件了, 单间就是禁闭式小黑屋啊, 那里面过的就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啊, 可以来说是里面的日子啊, 是非常的难过,非常的煎熬的, 加上武艺凡本人犯了这样的事情, 进去的话,接下来, 就是漫长的服刑改造的生涯, 他自己在外面啊,都是含着金钥子, 来出生的啊,细皮嫩肉的, 根本就没有干过什么活,没有受过什么苦的, 那接下来啊,那个日子啊,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受的, 但是自作孽,不可活, 一切的行为都是自己的造成的, 希望有缘刷的这条视频呢, 千万不要以身试法。